针对特红星368号渔船事件 外交部今天晚间也举行了记者会说明 国际联系合作救援的情形 外交部长林永乐强调 整个救援的过程绝对没有任何拖延 林永乐表示7月18号接获通报之后 立刻就协同了海巡署跟渔业署通力合作 进行营救工作 外交部联系了相邻14个驻外管处 并且联系了相关国家跟区域性的国际组织来协助 强调大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而海巡署长王静旺则是表示 拦截并且登上了特红星368号之后 清仓好几次都没有发现船长陈德生 跟轮机长何昌林 船上没有发现枪支 但是有鲨鱼刀等武器 渔业署场沙制一的表示 只有名印尼渔工回到台湾之后 会由苏澳地检署来查办